今天下午來去迪化街 那個連貨大車來逛一下 那就是剛剛去那個 洛陽街把事情辦完以後 想說下午門市就來迪化街這邊走一走 然後一進來之後看到一隻 哇好大隻的燈籠啊 一個龍燈籠在那個永樂市場上面 然後就想說乾脆順便今天來去 採辦一些連貨 什麼馬老啊 什麼糖果啊 這些東西準備要來蓋蓋後用 然後這個紅包我發現 它的種類越來越多 而且越來越花俏 這個紅包一個大概要三四十塊 我要看到那個更貴的 有時候在裡面呢 那個也還有五十塊一顆的 你買這十個就五百 好啦繼續往裡面走一走啦 然後我早上要來買一個花生糖 我就在這家買花生糖 然後我就在這家買了花生糖 然後我就在這家買回去 嘿 然後大家就買一些平常這個這些 應景的這個糖果啊 這個應景糖果還蠻多的 啊繼續往下面走一走 啊剛好看到有人在 在寫這個毛筆這個春年 然後我就問了他一下 他這一張要五百塊 雖然他畫的真的蠻漂亮的 但是我實在買不下什麼 啊提畫在這邊原本就是乾厚聚集地啊 然後這家每一人都這樣 就是開心果啊 瓜子啊 還有那個 魷魚絲啊 小捲啊 一堆啊 這家每一人都這樣 然後後來我看是前面也有一幾家 花生這個東西很雷同 我希望這個花生 哇這個一大盆一大盆 看起來就很 感覺很厲害 感覺很厲害 好吃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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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看他有人在做那個 現場做這個杏仁書 感覺就蠻厲害的 啊 烤魷魚好多哦 好多家專賣烤魷魚 很少見到這麼大隻的那個 那個烤豬啊 好 好 我們再繼續往下 來去買東西啦 好 這個村人釣具蠻多家在賣 啊 這個我自成就買了 這個臘肉當然是不可少的哦 還有這個蜜汁火腿 臘肉啊 這些東西都不可少的 這個是無花 然後買一些都在賣就很難 不只能買 烤肉啊 烤肉片的就 好吃 啊 中午肚子有點餓了 還要去買一隻豬血糕的事情 然後突然想到買了胡椒粉 那就來去找自家來買了胡椒粉 反正都在滴化街嘛 這個 胡椒粉在滴化街一定絕對不會缺 所以超多人在買 然後順便買一些這種 這個 腸背皮 這個 家裡那個做菜的時候腸背皮 好 來這家買胡椒粉 順便我在這家買了肉桂 回去泡咖啡的時候用 這家的白胡椒還不錯 可以試試 好這個青花桂我也是第一次買 那買來試試看 當然它有很多其他的 那個主食材的配料 包括什麼花椒啊 這些配料其實好多 買完了這隻逛一逛 好 下一集我們要去哪裡呢 歡迎關注我們的頻道 下集見再見 拜拜